好这个天雨路滑呢 行车最好要放慢车速了 一名34岁的消信货车司机 从布里到桃园大园 当天往返要载送机枝 那么行进台九线马兰沟西桥南下路口 疑似打滑追撞前方停红绿灯的轿车 造成轿车修行女驾驶擦伤 索性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而警方目前也正在深入调查 事故发生的原因 以厘清肇事责任 台九线这红绿灯后置灯路口 小货车与轿车发生追撞 小货车车头右侧撞毁停在路边 而轿车后车厢则是被撞凹溃缩 反方向的卡在中央分隔绿带上 过往车辆也放慢速度来闪避 为79年次 消信严重驾驶自用小货车 沿台九线外侧车道 北往南的方向行驶 行经上述地点时 因天雨路拐打滑追撞前方停等 红灯由秋系民众驾驶自治小货车 而发生的交通事故 造成秋名轻微擦伤 经送医治疗后已无大碍 好端端的怎么发生车火事故 根据警方表示 34岁的消信扩车司机当日从富里到桃园往返载送机支 回程行经台九县马兰高西南辖路口 疑似天雨路滑 车子打滑不慎追撞前方停等红绿灯的轿车 这一状也造成了轿车丘性与驾驶差错伤 索性松医治疗后已无大碍 春节时间即将来临 刚有大批的车辆涌入花洞地区 我们警方请这个驾驶人随时要注意车前的状况 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 以确保自己与他人的路安全 有两车驾驶九车直接为零 因此警方目前除了失神入调查 事故发生原因已厘清灶泽 也再一次提醒用路人 新车千万记得保持安全车距 切勿疲劳驾驶 遵守交通规则 才能快乐出门 平安返家 记者是玉兰瑞社采访报导